hello大家好,我是佳梁 今天来带大家看一款非常快乐的车型 50轰光mini EV敞篷版 也是大家在10万以内能触手可及的敞篷电动车 看到50轰光mini EV敞篷版 还是先说数据 首先这款车的车身长度是3059毫米 这个车身长度呢 介于50轰光mini EV马卡龙版和Gameboy版之间 但是这三者小豆豆好像也差不到哪去 就是这么一个尺寸 反正外观还是非常呆萌的 凡是路过的都会回头看一下 或者上前围观一下问问 都很喜欢很讨人喜欢的车型 包括此次上市的几款颜色也都非常鲜艳 总能选到一款你最喜欢的一个定制化颜色 而且像车头整个发光的车标 以及这个前中网的装饰灯带都很精致很漂亮 也是从之前Gameboy版上一致而来的特别的漂亮 很精致 而且部分配件也都可以定制 可以在APP上定制 然后咱们来看车身侧面 这个车身长度好像感觉一下就能爆过来的样子 然后配色还是非常鲜明的 像上面这是白色和浅蓝色的一个分色 然后还有像我们过来的一个绿色 黑色的这种撞色 颜色冲击力还是很强的 包括一个软顶 软顶的棚布也是用了这种中红色的配色 非常的鲜明 非常的漂亮 轮胎搭带了14570 12英寸的一个小轮胎 很秀真 同样也是采用了这么一个造型 非常简洁的轮毂盖 这个双拼色的轮毂盖 也显得很精致 很上档次 和整个小车很搭配 然后看这个大车门 无框车门 小跑车必备 然后这个就是敞篷车必备的一个防翻滚的安全设施 它都是有的 然后软布棚 棚就直接藏在了车尾的这一块 所以说后备箱取消了 这个位置后备箱取消 但不代表 它的行李空间是取消的 行李空间在哪呢 行李空间在这个位置 一个拉链兜 打开之后一个重深度 我觉得作为小车来说还可以的 一个180升的置物空间 所以说这台车是有置物空间的 车位整体非常简洁 也是保持了现有五零光明尼威的这些设计 我这车简直太开心了 很小 是一个大玩具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上车的时候 特别舒服 大家可以以各种帅气的姿势上车 把着门 扶着顶棚 就上来了 整个内饰的风格呢 依旧保持了Gateboy版的那种 特别简洁 但是很精致的一个内饰 整个台面呢 很有设计感 虽然说它是一个几万块钱的小车 但整个台面是非常有设计感 下面这一层呢 这一次竟然是软萌皮的 哇 这个皮还能按下去 这种包裹 然后白色的烤漆 与这种镀铬 以及银色纹理的按镜 包括这种阻尼感 特显高级质感 特显高级质感 然后这个也是支持电台 拦压音响的这个互联 然后中间这一块屏幕呢 依旧是50很经典的这个显示屏 然后可以显示基础参数 同时在我们倒车的时候 它竟然还有倒车影像 咱们这样就是一个 人脑全景影像 然后它还给咱配了一个倒车影像 方向盘呢 做的也很精致 白色烤漆 这种纹理 然后整个塑料质感呢 也很细腻 小姐姐握上去的话 也会特别的舒服 然后精致的地方 包括这里 音响喇叭 也是做了镀铬的边缘 包括这里 一个高亮度的一个装饰线 这都是细节 包括门板这边 这会儿啊 全是蒙皮的了 大孔皮 特软和 靠上去很舒服 然后像这会儿 被动安全配置 也是具备两个安全气囊 这里也都是标配安全气囊了 头顶 化妆镜 这都得有的 毕竟这款车 主销的还是绝大多是小姐姐嘛 储物空间方面 贯穿式的储物箱 这里有一个USB接口 下方置物袋 以及两个挂钩 毕竟买太神器 同时这里有 副驾驶安全气囊的手中关闭 除此之外呢 像胎压监测 大灯高度调节 这些都是一应俱全的 最后呢 它作为一款敞篷版的 宏光秘威 还得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关闭这个棚 首先启动电源 然后这里有一键开一键关 我们只需一直摁着 太快了 这个棚 很快的 这就关闭了 很流畅 然后我们需要往前一拉 它也会给我们借一个劲 就可以把棚安全的锁上了 好 这个一折起来 就不影响我们的实现了 开启的时候 同样也很简单 给它往这边接锁 同时按住它 诶 哇 劲儿还挺大的 就开开了 座椅依旧是 只支持前后调节 以及靠背的调节 咱们调一个咱的硕硕姿 安全带这个卡扣 就会稍微往后一点了 咱们走 先说电机系统 搭载了一个 30千瓦 110牛米的后市电机 后驱车 跟外版那款车型 我实测的 0至80公里的加速时间 是6.3秒 我记得 然后加速到百公里的时候 就需要10秒多了 但是啊 这种路况来说的话 是绝对够用的 而且城市开的话 猛的一给电 还挺有推背感 这么一个30千瓦的电机 对于这种小车来说的话 戳戳有余 整个开机来的话 是非常轻巧的 包括它的电门 我们只需要轻轻一踩 就很灵敏的 这个动力输出的响应 而且电门调的更线性了 是比之前的马卡龙版车型 还有边部外版车型 相比的话 它这个电门更轻 更线性 OK 这是加速感觉 然后再来说 制动的感觉啊 制动的感觉 油门踏板形成 是比较短的 然后轻轻点 还只有 也有比较灵敏的制动力 转向的话 依旧非常的轻盈 圈幅也不多 看 轻轻一转 再加上这一个小车身 本来就没有多少转弯半径 车身就过来了 然后说 跨一下它的悬架 它的悬架 本以为会 移植Gameboy版 毕竟它的车身 这个尺寸的话 都跟Gameboy版是相反的 所以我一直担心 它会 移植Gameboy版 那个底盘焊死的 那种悬架焊死的 这种感觉 没想到它的悬架 哇 好软啊 它的悬架 真的特别软 太好玩了 这个小车太好玩了 后续车了 挠开了 挠开了 转向的时候 转直角弯的时候 还得慢一点 不过是个 很好玩的车 市区代步的话 简直太有乐趣了 这个小车 标准模式 再用它一个 运动模式 感觉一下 哇 运动模式 这个油门 特灵敏 运动模式 这个油门 有点穿 哦 运动模式 运动模式 这个得优势点 真体运动的 很死后的 运动模式 运动模式 这个油门 感觉形成会更短一些 然后轻轻点 它就有很强的爆发力 然后再调一个 经济模式 经济模式感 经济模式 就是极致的就被你去 节省能源 经济模式 然后 因为是隔音精明性 这个咱就不说了吧 这是 360度 无四角 大攒的环境音 所以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这款50红光mini 敞篷版车型 首先 是一款 非常开心的车 让我开起来 不管是外观啊 看着就很开心 很愉悦的心情 让我开这款车 包括它的 机械调教方面 动力啊 底盘啊 这些表现啊 我认为也是目前 最完美的一款 红光车型 红光mini EV车型 所以这款车 我极力的推荐给大家 而且这也是 机不可失 特别难得的敞篷车 好了 这就是本期 加量实测的全部内容 我是加量 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